敬爱的胡理事长 各位教育界的先进前嫌 和教育工作的伙伴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文教基金会 举办的教育事业嘉奖的颁奖活动 本人感到非常的荣幸 能够得到这个荣誉 这个荣誉要归功于 我们丽人每一位的工作团队 也要归功于在过去 曾经在丽人国际中小学 及幼稚园工作的前辈工作伙伴们 最重要是要感谢 我们的创办人郑董事长 郑慧之女士 是她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领导着我们 吸引着我们 使得我们在这个丽人的工作平台上 能够发挥我们对教育工作的热忱 丽人国际中小学 成立至今有61年的历史 郑董事长的教育理念 情成热美 读书要情 待人要成 服务要热心 生活要美 这是我们的传承 这个传承 已经成就了无数国内 国外的优秀人士 在过去这十年里 我们结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品格教育 西方的品格教育 就是美国一位教育家 Steven Covey 我的领导力 七个好习惯 那也就是主动积极 以中为始 要事第一 双赢思维 支笔结己 统合中校 以及不断更新 与我们中国 孔子儒家的思想 成就最高品性 人格的修学 也就是修身 齐家治国 而后能够平天下 结合东方与西方的品德教育 实施在我们历人的校园里面 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有许多的突破 有许多的收获 这一次我们得到了教育事业嘉奖 我想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给我们的鼓励 更是对我们的激励 让我们要继续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的教育而努力 也要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好好地打拼 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在最后我要谢谢主办单位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荣耀 同时也祝福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平安 健康 家庭美满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